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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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个时候开始做一些古风音乐歌曲的创造 从2002年到2008年 这是一个萌芽时期 有很多拿现成一些音乐来做翻甜 知名的一些日本的和平之乐系列 和台湾的霹雳不带戏系列的这种歌曲 剑侠熊源系列这种歌曲来做翻甜 自2015年开始我们在人民大会堂 举办节省纪国风音乐盛典 到2016年的北京鸟巢 做了一个新时纪国风音乐盛典 这一次在鸟巢是我们从事线下一来最困难的时候 怎么讲 我们在现场一共卖出了大概六万张票 最后我们是四万三千人坐进去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这个数字是完全买票的人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赠票的情况 卖出去了那么多张票 然后微博的话题和辐射的人群 这些都是我们做过一个完整的调研 在这一天很有意思 我们去的那天下雨了 雨下的特别大 我们淋坏了八个摄像机 淋坏了16个音响 好在观众特别给力 我记得当时腾讯集团的副总裁 腾讯影业首席时新官陈武先生也在 然后陈武先生问 为什么舞价那么大 大家不理场呢 那场所有观众批着很简厉的 五毛钱 一块钱批发来了雨衣 我说 因为他们买票来的 他们不舍得走 真的是这样一个道理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做了新时纪的国风音乐盛典 再到2017年 在居庸关长城做了一个奇年纪的国风音乐盛典 这个事说起来也挺有意思 本来我们打算在天坛做 后来想到长城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 那我们就在长城 把这个就是工艺音乐会来装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国风和工艺的大型的合作 到了2017年是我们办的第三届北京人民大会 唐办了 鸟巢也办了 然后长城也办了 想想好像没有什么挑战的难度了 那就回到我们本地吧 我们是南京的公司 2018年我们选武器在南京 做国风音乐盛典 国风音乐的受众大概有2.8亿 这个是通过网易云和QQ音乐 所有的歌曲机我们米漫手上 拥有IP产权的歌曲计算出来 超过百亿次的点击量得到一个数据 也是比较科学的 从2015年开始 B站就开始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从B站半年纪开始 9981全遇天下 到现在几个比较知名IP都是单位下 比如魔道祖师 剧板震魂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觉得做国风音乐的IP 其实是可以根据这些二次元用户来定制的 怎么定制的 就是我们觉得可以以视听平台为代替 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国风音乐打开了一个新的入口 把听觉和视觉通过视听平台结合 让更多的优秀的作品 有了一些发挥的空间 这对我们音乐人的曝光和推广 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更多的其实是现在的可用扶持 因为现在各个平台 对于我们内容传统者来讲 真的是觉得春天到了 因为很多平台都缺内容 尤其是在斗金 卑士 快手 这一系列的短视频平台崛起之后 它需要大量的内容 来填充这个平台 当然不是说天佑这种表达形式不好 但是总归国家会对这一方面有所惯控 否则的话 它也不可能直接像歌手 对吧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优秀的国风音乐和传达一些 同样一些正能量的 这个事儿 是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表达形式 我们现在知道 做一首歌 一定不只是做一首歌 其实我们都是朝着IP话来发展 怎么做IP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2002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歌舞快钱 到2008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做自己的原创音乐 然后再到2012年开始走线下的音乐 然后到之后在2013年开始做歌 基本上都要至少配一个MV和PV PV的意思就是相当于画图 我可以这样简单的解释 相当于画图的这种 做成一种视频表达的形式 来给大家看 也就相当于我们数值的MV 但不是真人拍的 它跟哪几张风景画 什么之类的 到后来里面内容素材都要原创 其实你原创一首歌 就相当于一个IP 你原创的一首歌 现在大部分都会出卡中版本 第一个是正常的歌版 第二个是会出一个剧情版 现在在备战前一段而时间 火的一首歌叫《一八天地》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也是属于 他们也把它做成了一个故事 爱情故事也好 友情故事也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表达出来的 很好的一种信号 那视频平台 这种视频平台也会很开心 因为它有更好优质的内容填充进来 它就会加大对这些音乐人的异种反驳 所以说内容为往 在接下来一个时代 一定是成为主题的 在11年前跟现在不一样 我从很小的音乐酒吧走起来 在2012年的时候 第一次限下600人 一分钟把票卖光 然后觉得这个有人看吗 我们本来想把票价定到100元 后来我们所有主创 再一起开会 研究三个小时 说算了 应该没有人来看 我们把票价再定便宜点 定60元 就是纯亏 大家就想买正式办一场纪念活动 结果17秒 可能还是几秒钟就瘫痪了 然后反正也都卖完了 然后再到后来秒潮的43000人 这个数字让我觉得受众真的还是挺给力的 我们觉得让更多的优秀年轻人看到这种传统文化 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 会把我们的民族自觉性调动起来 其实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们的经济发达 我们的文化也要跟上 大国崛起一定不只是经济崛起 我觉得我们民众的文化自觉性也非常重要 这一点其实在00后 身上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感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 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 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像TF1刚出来 像我们刚刚那个成长起来的时候 都是日本的动漫 然后来做一些看日文的动漫 听港台的流行歌曲 然后看台湾的综艺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好 这让很多的年轻人天生就在 一种对自己国家的自信和崇拜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创作者 在一点上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的积极的意义 我们可以把我们想表达优秀的传统文化表达出来 不仅仅在像以前 可能越来越都是外国的语言 这种东西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不足 但是现在年轻人的朝气蓬勃 是我们想做这种国风音乐IP最重要的一点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随着是听平台的普及 也会有更多优秀的作品 让年轻人接受 这种正能量的国风音乐也会指引人前进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事 我今天的分享到这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